这是趁着中午扫的 第一个他扫了20多万个请求对吧 那这两个网站的大家是可以看到 都是那个年鱼CMS 刚好很巧合 135125 135是年鱼 125是不是也是年鱼啊 测完之后不知道有没有多东西啊 125135 甭啦 看这乐扫出问题了 看到没 是吧 所以有的时候漏洞扫描 他正常的一些请求还好啊 尤其是提交什么XS 可能是永久性的 就崩了 OK吧 那你看给他开动权限的他崩了 不给他开动权限的他好好的 那给大家看一下啊 这块他俩是同一个类型的网站 但是呢 你看这个找出来八个高位 对吧 明显漏洞数量是不是多很多 他扫了多少个页面啊 20多万个页面 那这个没有开动权限的 那这个没有开动权限的 才扫到什么呢 4万 啊 4万多 差别很大 对吧 啊 而且这里有个警告 看到没有 看到这个警告了吗 看 有些页面是不是访问不了啊 嗯 啊 他需要登录 但是呢 没有什么呀 SLSR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没有给他录LSR OK啊 然后录SSR的话 我在啊 没讲课的时候又录了一份啊 这个录的啊 就不一样了啊 来这个我们再更正一下啊 嗯 啊 来 这是所有目标 啊 这个 多了个index 我就把它 删掉 啊 漏洞 漏洞少的多的 录的那个SSR 啊 在这 啊 完整录了一份 这个 他不止咱之前那些内容啊 咱之前还删掉了一些东西啊 他不应该删的啊 给大家看一下 他上来是打开的是首页 看到没有 啊 上来他打开的是首页 然后我点了一个登 登录按钮 啊 我点了一个登录按钮 然后他才打开什么呢 登录的页面啊 然后再输入用户名啊 再输入密码啊 再一系列的操作啊 这跟咱之前是不一样啊 其实一点他就自动打开这个页面了 哈 这边可以试着再录一下啊 来点new 啊 他只要加载出来自动就出现登录页面了 要但是他崩了 啊 是吧 一点开自己就打开这个页面了啊 125好像没有录这个啊 他可以去试一下 登录那个点开他 再点这个提前录啊 然后这里现在是没有 点new啊 还有录 呃 现在对我来说感觉这个中英文差别不是特别大啊 哎 看是不是可以啊 嗯 嗯 然后我们就给点这个登录看 是不是能看见 嗯 输入用户名啊 再输这个密码啊 勾上这个 点他 对吧 这套是不是才完整的啊 啊 那之前那个都不是完整的啊 啊 然后再去点什么呢 finish啊 这样他就有了一个 lsr啊 这里是不是就已经很清楚可以看到登录和没登录的区别 啊 当然有些网站人家不给登录权也很正常 比如说咱这个135又给扫崩了 对吧 永久性伤害啊 嗯 昨天就崩了 是吧 就又崩了 哈哈 啊 所以有的时候人家不给测试账号也很正常 是不是啊 嗯 当然这个也跟代码的容错性有关系啊 嗯 好啊 这是我们就补充这么多哈 然后大家在填c信的时候 有的时候登录成功之后不止这两条c信啊 可能三条 c信之间都是什么呀 封号隔开啊 好吗 啊 c信之间都是封号隔开啊 你看啊 咱们可道云好像就挺多c信的 我不知道可道云还能不能登 是不是可以登啊 呀 密码改了 13456 啊 来 我们来看一下可道云这个啊 只要登成功了 你一刷新啊 他就会带着c信去请求的啊 我这边是过滤的啊 你看这是js点or 是不是很多请求了 好 找到这个请求点hider啊 这是设置了这么多cookie啊 然后再看到的请求的时候 你看 他就一条吗 人家不是一条吧 这是不是很多条啊 啊 那有的网站 这个cookie多 有的网站cookie少 那多条之间都是什么隔开的 封号隔开的 好吧 啊 他用的什么语言 对吧 是不是啊 这不是中文吗 然后防止csrf 带了个什么 每次登录 是不是可以产生个新的token啊 啊 然后koduserid等于1 啊 他的id等于1 大概率是这个admin用户 好吧 然后version版本啊 什么时候检查的啊 然后后面还有一些其他的啊 这还有一个kod专属的c信 是吧 啊 sso 有c信id 啊 这还有两个不同的随机值 啊 咱也不知道他干啥的 除非读人家的原代码 对吧 嗯 啊 所以这要注意了啊 cookie有的时候不只是这样的啊 它中间是用封号隔开的 最后一个要带封号吗 不用 对吧 啊 因为有的时候啊 一旦这个有验证码的话 咱登录是不太好弄啊 嗯 啊 那是有的时候就要传他的啊 这个cookie了啊 传了cookie就相当于 是不是可以直接登录了 好 这一块就补充这么多啊 好